来 刚才你们知道 主意听得到 这边的记得是说 圣经是咳咳似的 那不就说台语的发音 台语的发音 华语是吧 好 刚刚有祷告说 圣经是确确实实的 你们到以色列去看就知道了 因为以色列那边很多考古 就是更证明圣经是真实的 你知道吗 圣经考古学就是这样子 他们一直考古一直考古 每次考古一个发现 就证明圣经说 这个地方是真的 再发现一个考古说 圣经这个又是真的 到现在为止 考古没有发现一个说 这个考古证明说 圣经这里错了 没有一个 而且一个都没有 每次考古就多一个发现 更证明圣经 这个地方写是真的 所以你们去以色列回来 你们就知道 很多地方就是 圣经讲的 是两千多年前 三千多年前 讲的 这是真的 来 我们今天来讲下加利利 这个世界是 夕阳下的耶路上能 这张主还记得吗 这边是 欧洲 亚洲 贝洲 中间是什么家 就是以色列 这这么重要的地方 基督徒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 基督徒一世人一定要去以色列一拜 好 这个就是以色列跟台湾有点像 对不对 但是它比台湾小 那这个是给它分区土 它给它分区域 我们会慢慢介绍 这个台湾 这个 基督徒一世人这个行动 就跟台湾有点一样 但是它只有台湾的三文之一 人口 只有台湾的三文之一 那我们三文之一 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稍微 呼吸一下以色列的历史 第一个 以色列跟 蓬佩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以色列就是这里 好像台湾一样 它的邻国 旁边那边是地中海 上面这边是 黎巴嫩 这边就是 叙利亚 叙利亚今天我们讲的 IS就是这里 但是在旁边而已 这边呢 约旦 下面这边旁边呢 西乃半岛 西乃山就在这里 那在隔西一点呢 就是埃及 那今天这个西乃半岛属于埃及 所以它是 这边 好 这是它的邻国 那这个我们讲 现在我们讲以色列 但是它以前 有时候不是这个名字 它有很多名字 有什么名字呢 这么多 以前的圣经叫做什么 迦南 后来呢 以色列 但是又被改了 感觉激利 叙利亚 后来呢 叫做巴勒斯坦 现在呢 又叫做以色列 1948年5月4号 他们独立以后 就从此 到现在都是叫以色列 那我们把圣体这个地方 把它分成四个年代 从还没有文字以前的史前时代 一直开始到城邦时代 城邦时代就是什么呢 就是 亚伯拉罕开始 亚伯拉罕以撒亚各以色 一直到摩西 带领他们出埃及 被灭掉 接着又把南国灭掉 但是巴比伦又被波斯灭掉 波斯把他们灭掉以后 就让他们以色列又归回 接着波斯被希腊灭掉 希腊被罗马灭掉 这段时间圣经没有记载 就是我们旧约跟新约中间那一段时间 黑暗时期 这时候耶稣将生了 就在这个地方 从此进入罗马时代 接下去有回教时代 石金过来 然后玛姆努克 然后奥特曼托起帝国 接着英国去托管 那些英国托管以后 他们英国最后放弃了 关系雷特国就出面 雷特国出面以后就说 那你们把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分制好了 但是从此就开始一直奋争抵发冲突 最后1948年以色列复活了 到现在70年 就是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把以色列分区就是 我刚刚讲的把这个分成很多区 那我们从上面开始讲题 这一个就是加利利 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讲题 那我们加利利把它分成 上加利利 下加利利 上加利利 有人说葛兰高地就是上加利利 你看这个土就知道了 这个如果是加利利的话 这个地方 右边这一块你看 这个土里面这一块不是黄色的 因为这一道葛兰高地 他就从这边给它分开来 从这边分开来 这一块地特别 以色列人住在这里 但是不属于以色列 所以你看啊 以色列的领土黄色的 这一块地不包括 这一块地 约旦河西岸 跟这个加撒手 这两个也不是以色列在管的 好 那我们就从这个 这个就是那一块 葛兰高地 所以它跟旁边这个叙利亚呢 人类国特别派驻金在这里 威慌部队住在这边 所以 葛兰高地现在独立国家吗 不是独立国家 但是它不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在算领土的时候 不包括这一块 但是以色列人住在这边 那现在是什么 现在什么 我不知道 这叫葛兰高地啊 好 那我们把这个上 把这个加利利 把它分成上加利利跟下加利利 怎么分呢 这是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的上面 叫做上加利利 这边叫做下加利利 但是我们把它特别这一块 葛兰高地 又叫做上加利利 这里比较少东西 我们就讲这个地方 葛兰高地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黑门山 看到旦 看到盖撒利亚 菲律比 会讲这几个地方 这个就是黑门山 中年积雪 所以它这边的雪水融化的时候 水就流下去 一直流流流 流到加利利湖 又流流流 流到约旦河 又流流流 流到死海 一条线 这个就是以色列东边的界线 它就是靠这个黑门山 中年积雪流下来的水 然后这里呢 就是淡 淡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设了两个金牛主 对不对 北边在什么地方 北边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它的金牛主可能就是这个 这个金牛主都害了北国 几百年一直不会翻身 因为他们这个金牛主一直没有除掉 所以北国所有的国王通通败金牛主 所以通通被上帝砍得不好 外式就是这里 这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还有他们以色列人都说 从淡到北斯巴 淡到北斯巴 淡的领土 淡到北斯巴 就是北边的界线 跟南边的界线 所以这个淡就是北边的界线 所以这是一个淡很重要的地方 旁边 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个城门 另外一个 盖撒利亚菲利比 耶稣在那边问人家 问他的门徒说 人家说我是什么 免得跳出来说是什么 你是 上帝人子 非常重要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后面这里 这个地方 他们认为 叫一个画家 叫画 当时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个情况 这里有一个 古书是神庙 这里有一个 宙斯神庙 这里有一个 群羊洞神庙 这么多神庙 这个神庙 后面有一个洞 这个洞到现在 还有水在流出来 这个地方 现在是一个国家公园 那这个地方 以前是 他们在拜一个攀神 这里有很多神看 很多神看 这个地方就是 盖撒利亚菲利比 这个地方就是 祂的座寺神庙 然后我们有介绍 那个 加利利下面 有一个地方 叫做耶稣类平原 这就是这么大的平原 加利利浮在这边 这个地方 就是耶稣类平原 这个上面是 加利利 这加利利 然后我们把它分成 上加利利跟下加利利 今天会讲下加利利 但是因为上次 这个上加利利 只有一点点 所以我们加上一个 耶稣类平原 耶稣类平原 那是我们介绍的 耶稣类平原 介绍塔坡山 介绍基里坡山 介绍哈利全 介绍米基多 加密山 还有坡山 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些 我们上次已经介绍了 这几个地方 这个就是塔坡山 现在一般认为 耶稣登上贝帽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就建了一个贝帽堂 这个地方 耶稣 旁边 耶稣贝帽的时候 有谁出来 摩西 摩西跟谁 伊利亚 伊利亚 这个拿着十件就是摩西 这个呢 不是伊利亚 这个就是登上贝帽堂里面 那另外一个伊利亚 这个伊利亚 这个伊利亚 就是扫隆跟他的儿子 通通在这里战死 这个战场 在这里战死 所以大魏呢 就在诗篇 咒诅这个山 结果这个山 从此到现在都攻凸出的 这个伊利亚 这个伊利亚 然后有个哈利全 哈利全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人 在那边挑选战士 是谁 吉田 吉田在那边挑选 本来一万多个 因为他只有挑三百个出去战 就是在这个地方 到现在还有泉水 这是哈利全 然后旁边也有一个柏山 这个柏山我开始讲过了 因为我们圣经耶稣 有到过比加坡利 比加坡利就是Decapolis 就是十城 十个城 当时我一个龙马 他就建了一个十个城 行政区 那在约旦河的左边 只有一个 其他九个 通通在约旦河右边 这一个是代表 就是柏山 那现在已经靠谷 发现这些东西 这就表示 耶稣那个时候 真的就是有这个城市 这一个 有这个助长大道 这通通已经挖掘出来了 好 那米吉多 非常重要 到启示录 你能不能读到 哈米吉多顿 就是这个地方 以后 很可能世界大人 就是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目前考古发现 你看看 这个这么高 这个这么低 这个底下 他们发现 有二十层的考古 今天这个人 住在这个地方 一段时间又被埋起来了 风插吹盖起来了 以后好像又建了 然后后来建 建 已经建了二十层 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就差很多了 还底下还有 这是米吉多 然后呢 加密山就是 先知以利亚 跟巴黎那边斗法的地方 所以 有一个雕像 先知被他踩的地方 那边巴黎的先知 好 那旁边有一个以利亚的 纪念教会 好 我们就是 上次已经讲到这个地方 今天就是要介绍 加利利下面的部分 下加利利 下加利利 他 上加利利呢 因为海拔都在六百到一千 就是加利利 湖的上面 这边 海拔都在六百到一千了 这个下面呢 海拔只有五百公尺 所以把它分开来 上加利利跟下利利 那现在我们讲下加利利 来 这叫加利利湖 加利利湖 那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什么 加利利湖 加利利湖下面这个地方 约旦河这个口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从上面这边 它有很 旁边有很多个城市 我们会介绍 卡拉逊 加白龙 塔加 提比利 还有这个地方 就是约旦河的大禁池 我们会介绍这些东西 另外还会介绍旁边一点的 加拿 还有 拿撒勒 来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会介绍的 加利利海这些开始 到这边 拿撒勒 好 第一个 我们就在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是从约旦河 我刚刚讲的黑门山 中人积雪 水流下来 一直流下来 要到经济 那个约旦河之前 中游有一个湖 叫做淡水 就是这一个 它海拔是210 海平面 210 它也好像一个树群一样 好 所以加利利是海底 海底 海平面 10海 10海 10下 所以那边是 就是从天边一直下 一直下 那个水 那个地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那这个耶稜有很多温泉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住 那边有好几个城市 好 就是这个 加利利海 旁边就是很多城市 博赛大 对 旁边 来 那耶稣在这个地方 他做了 圣经可以看到很多 或者在这边耶稣 在这所行的神迹 包括他的 呼召门徒 传讲 教训神迹 抵禀干鬼 在这个 加利利 湖上面的 在他的行走 或者叫季风 平静 都是在这个地方 最厉害 那这个加利利海 你会看到很多名字 有的人叫他加利海 有的人叫他加利湖 有的人叫他加利湖 有的人叫基尼列湖 有的人叫格里沙勒 这个湖 提比利海 都是这个东西 都是这个加利利海 都是同样的 这个就是加利利海 这是我们去年 二十四年前去的时候 造的 这是格里沙的城市 这个就是我们坐在船上 在游加利利湖 那他会派一个人上去 用那个撒网捕鱼 他们就是 就是示范的鱼钱 怎么补鱼 那补下去 但是通常都补不到鱼 但是呢 没有关系 还是有人给你们吃鱼 一个人吃一条鱼 一个一条彼得鱼 那有人就说 那边彼得鱼如果不过的话 我们台湾很多 会进口气 没有关系 到时候每一个人 一个人一条鱼 每一个人都有一条鱼 每一个人都有一条鱼 那你们就讲无锅鱼 没关系 我们就讲彼得鱼 好 这就是加利利海 第二个我们会介绍 约旦河大进尺 加利利海 他水就往下流 出去就是约旦河 其实这个就是约旦河 那这个是在中间 在中游 这个地方 他们这个耶稣 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受洗的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 约旦 约旦河大进尺 在这个交界的地方 加利利海 跟约旦河交界的地方 他们认为耶稣当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方受洗 所以他们就把他 那个地方 就建了一些这些 让他在那边受洗 这很多很多个 好多个地方 都可以在那边受洗 很多人也真的就去那边受洗 就像这样子 但是我们商讨会 因为不仅近的 所以我们就在把这两排参观 就是 这是我们的团体 就在那边看他们在那边受洗 好 第三个我们叫做一个葛拉逊 葛拉逊在什么地方 加一个旁边一点点 好 这个葛拉逊以前是一个大臣 但是因为不信耶稣所传的到 所以就被作主了 耶稣讲了一句话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 从真的就被你毁虚了 现在他们有稍微给他改一改 变成一个国家公民 圣经这样讲 葛拉逊啊 你有祸人 因为在你们中间 是我心的义人 如果行在退落心的东西 比你们好 所以就被作主 这个地方到第四季 就真的被你毁虚了 后来又变成一个小镇 但是呢 后来被回家征服以后 又被人毁虚 然后有人给他发展成一个阿拉伯的村 那犹太人进来以后呢 就常常吵 常常吵 那现在呢 换犹太人当家的阿拉伯就跑掉了 现在是一个小镇 有一个古迹 很多古迹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发现一个三世纪的时候 建立一个犹太人会坛 以前 会坛就是以前犹太人聚会的地方 后来这个会坛保存得不错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犹太会坛 但是样子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保存得不错 所以他们啊 现在很多人要研究以前犹太的会坛 都到这里来研究 这个应该对你们保持得很好 所以里面啊 还有一个摩西座位 这个马赖胡云二色当中有写的摩西座位 那上面还有科字 科技内以示的玛丽的什么 还有这种字在那边 那这个就是摩西座位 这个从那边看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那个以前的会坛 进去的时候 那个大门上面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梅啊 这个通路还在 还有里面很多柱廊啊 雕刻很多 还有很多在洗的那个池啊 还有储水池啊 扎桿南的啊 屋顶很多东西都还在 你看像这个 这个就是会坛进去的时候 那个大门上面那一个 现在都还留在啊 还有很多这些雕刻 这些通路还在啊 那这些里面的雕刻 那他在1960年到1983年 二十几年喔 他一直挖一挖 挖得很多 挖得很大一个范围喔 所以他们现在就在那边研究 古代那个犹太的会坛 这个地方啊 好 接着要去介绍加百农 这个加百农是耶稣在那边 用了很多时间的地方 加百农喔 就在这里啊 旁边这个地方 这个加百农呢 耶稣在地上用了二十个月之后 结束三年多啊 结束二十多个人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以前很繁荣 是一个鱼米之乡 交通也很好 罗马 很多人在那边建豪宅的地方 关税也在这个地方 那耶稣在这边做了很多事情 在那边医治彼得彼得彼得的兵啊 那个医好赶鬼的啊 那个挨鲁的女儿复活啦 然后在那边医好大神 这个大家在圣经看到的耶稣很多在加百农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但是这个加百农也是一样 耶稣在那边那么久 传道理传了那么久 加百农还是不悔改 所以呢又被咒诅 马来福音十一张二三十六 加百农啊 你已经升到天了 你将来比最弱 因为你在那边所行的移民 如果在所动啊都会比你好 所以他就被你毁区了 那这个地方多次地震啊 就毁掉了 但是一八三八也没有开始挖掘 挖掘到也是一个毁堂的遗迹 他们挖了六公顷 那么大了一个毁区 结果这个地方呢 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 一个就是 第四世纪带一个犹太会堂 第二个就是 祖圈一世纪喔 有人在那边住 那个地方叫导屋或者叫民居 第三个就是旁边有一个 可能是彼得他的家 那个地方以前是四角形的 现在把它改 改成一个五 一个八角形的一个彼得 故居纪念堂 所以当然会看到这三个东西 其他还有很多摆在地上的人 很多金灯塔 大外之星啊 因为这些那雕刻 都可以看到 来 这从上面一看下去呢 你看 这个就是犹太会堂 这个就是那个岛居 祖圈一世纪的时候 这个八角形的 这就是彼得纪念堂 这三个就在旁边 三个都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 这个没有 这个空地 这个都是以前的 好 第一个我们看到会堂 你看也是建的很漂亮 这是以前的会堂 这个柱子啊 然后旁边 这比较久了 这是住前一世纪的 以前有人住在这个地方 叫做岛屋 那旁边就是 这就是看到 你的房子 这就是 这颜色就代表不同时期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下面有个红色 这个 这是 是主 差不多第四世纪的时候 对 这个 上面就是那个八角形 下面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一些 这些是 那个 第四世纪的 这是我们二十四年前看到的 那原演一刻就是这样 这是新的 那这都是以前旧的 这个里面 那个新的 比如的纪念堂 里面就是这样子 像一个教堂 那他旁边放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雕刻 这雕刻 就是以前 掉下来的那些 你看 以前的石膜 然后 这个里面都有雕刻 这都有很多雕刻 这个也是 这个大卫之心 大卫之心 就是两个三角形 这个 是 很多雕刻 在这个地方 好 这是迦白龙 因为耶稣在那边 听了很多时间 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 以及 接着就介绍塔加 塔加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塔加呢 他附近有七个拳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拳 这个七拳 这个七拳呢 这个地方 耶稣在那边 行过三个神迹 登山保训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还有 五秉二仪 贵五圈 也是在这个地方 耶稣复活的时候 在那边跟彼得对话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三个人 很重要的东西 这个地方有记载 耶稣在塔加 然后这个很多很多 耶稣在那边所行的事情 第一个我们会看到 圣彼得所席堂 还有五秉二一堂 八福堂 第一个圣彼得所席堂 这是纪念彼得的 叫做元首教会 耶稣复活以后 跟他们在那边吃饭 吃早餐 所以早餐以后 耶稣问彼得爱我吗 问了三次 对不对 牧羊者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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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耶稣就把那个 交给 交错给他了 所以他们认为 耶稣当时候在那边烤鱼 可能在这个石头上 这石头是从这边 一直延伸到岸边的 他们就在这个石头里 一半建立一个教堂 一半在里面 一半在外面 这是我们以前去的时候知道的 那外面有写 彼得有一所教堂 里面就是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 因为从外面一直进来 耶稣当时候可能就在烤鱼 所以他们把这个叫做 基督的桌子在这边 教堂里面 然后外面就是有一个 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一半在二十条那边 这个很漂亮的 在这个水边 好 第二有一个五饼二鱼堂 这就是五鱼鱼 两个鱼 好 他们也是一样 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头 耶稣剥饼以后 可能就是在那个 放在那个石头上 然后他们就拿出去分 所以这个有一个石头 他们就在石头上面 你看他建了一个五饼二鱼教堂 这就是这个石头 这是上面 到西岩世代八十年之后 那个教堂坏掉 又回来重建 建了一个十字型的 好像十字架一样的教堂 但是他们发现底下 要很多以前的东西 几何图形啊 动物植物的图案啊 还有一个最出名的 五饼二鱼的马赛克 但是以前很早以前就留下来的 你看这个都是马赛克 一个一个小时的 那个聘成的 这个 一个一块小时 小的那个 这个 很发现五饼二鱼 靠近一点看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 结果我算一下只有四个饼 一个可能在下面 在上面 在上面 但是有人说 奇怪 这个鱼啊 加利利府里面的鱼啊 是没有这个的 没有这个起的 所以他们说 这个会不会说到他们以前啊 以前有人去埃及啊 他们发现这种鱼在埃及比较多 所以有人说 这是不是埃及 受到埃及的营养才弄这样子 这是有人这样子质问啊 这很漂亮的一个无比二鱼 那这个教堂啊 六百一十年又被毁掉了 他们又起来再建上去了 那个图案上面 那个进去教堂里面 图案在那个地上 这是现在 1982年走到重新 弄好了一个拜诞顶事的 教堂里面就是这样 那个图案在这边 那旁边一些那个 也在旁边那个 地上的 那个马赛克 好 接下来有一个 巴夫堂在这边 他们认为 耶稣就是这个地方 登山宝喧 马赛克 马赛克武商到其来 登山宝喧 现在牧师在台南讲 那个 那个 八佛就是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呢 现在他们 1983年 有一个巴隆西 这个很出名的建筑师 建了一个 他们设计一个 巴夫堂 这个巴夫堂里面呢 有一个圣坛 这圣坛在中间呢 你有沒有看到这个地方 这很出名的一个土 这个土是用珍珠土 然后你们注意看 这有点模糊 但是没有关系看得到 这条鱼对不对 看起来又像一个船一样 上面有一个篮子 这上面也是这个灯塔 这个十字架 这不重要 上面有五个字 这个五个字呢 就是他们的什么 鱼 鱼 然后这五个字呢 每一个字是什么的解写啊 第一个字是什么 耶稣 第二个呢 基督 第三个 神 第四个 神的儿子 救主 耶稣 基督 神的儿子 是我们的救主 这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信仰 就是在这个土里面 然后呢 这个圣男的旁边 地上 你看这地上啊 有七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七个 应该是八个 但是只有七个美德 就是这个 公义 慈爱 小心 信心 忍耐 盼烦 七个 然后呢 屋顶 屋顶这个上面有八个 就是八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伏 每一个都是这个 就是现在你们在讲 台语堂讲的 八个 八个 七哈 这是屋顶这边 那旁边的墙壁呢 它有十四 就是在耶路上有时候会讲到十四站 苦路十四站 耶稣从开始 在那边被审判 被带那个经纪的冠冕 然后一站一站一站 十四站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把它绕一圈就刚好把这个十四站都看到了 好 接着介绍 提比利亚 提比利亚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它分成上提比利亚跟下提比利亚也是一样 一个是海拔比较高的 一个海拔比较低的 这个地方是因为西里安尼巴建的 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以前罗马时代 建很多东西 王冠啊 一些剧场罗马士的东西 东西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后来被摧毁掉了 哈德良把它摧毁掉 摧毁掉耶路上的时候 那禁止犹太人到这边的时候 他们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行政中心 大家都不能过去耶路上 这个地方就变成行政中心了 那后来有不少 以色列归回的时候 很多人就跑这个地方来住了 这个提比利亚 那英国接管的时候呢 就叫他们要和平相处啊 阿波罗伦他们跟那个阿波罗伦还是一直在那边争吵 就是我讲的 这个以色列归就把阿波罗伦赶走了 这个就是提比利亚 这个海边 好 这个就是里面很多的这个 这个 那个以前罗马时代留下来的 也有许多马赛克 这个旧的痕迹 好 接下来有加拿 加拿就在旁边一点 这是加以太的这个地方 加拿就是 我们知道是耶稣第一个行神祭的地方 这个 就是他们结婚堂 因为在那边 耶稣一参加婚宴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建了什么 有一个叫结婚堂 另外一个希腊正教也是建了一个 以水变酒堂 所以他们有两个 两个教堂 这个结婚堂是三世纪的时候建的 但是1883又给它重建了 所以里面有一根记教就是以前的时代的 上面是比较新一点的 这一个 然后他这门口 他进去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下面写一个字 说我们在主 脚踏出敬拜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 这个是那时候 耶稣在这比方的 这个应该是中路骂吧 明远中路骂 好 这就是里面 里面 对 这一种时间让你看 对 对 对 明远中路骂 好 这就是里面他们那个教堂 然后这有壁画 这壁画就是耶稣 那他里面你会看到很多这个东西 他们认为 耶稣不是叫他用水把他倒进去那个水昂吗 他们认为应该就是这 这是耶稣 在那个加拿 这很多地下室 这些这些以前的 以前留下来的那些遗迹 那这就是在解释 那时候他们认为这一个 耶稣时代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水档 那这是一间结婚堂 另外旁边不远的地方 又一个西亚政教的 他是一个以水变酒堂 那耶稣在这边 记得我们 那个耶稣从这边就 医治那个 加白龙来的那个 大城 对我们的儿子 好 还有一个拿撒勒 就在这个旁边 所以这个地方都算是下加利利 这些都是下加利利 加拿拿撒勒 好 拿撒勒呢 他土地很回沃 耶稣时代是一个小村庄 所以那时候人口 大概只有两百个人左右 那现在已经是大城市了 拿撒勒已经是大城市了 交代很方便 现在有超十万人了 那回教徒跟基督徒交了五比三 请问一下 那听起来像东西平原 那是丘利利 比较三岁 这个地方是 耶稣类平原的上面的 这个地方还稍微高一点 刚我讲的 下加利利 平均海拔差不多十五百 但是再往下一点点就是耶稣类平原 加利利 在下面就是耶稣类平原 所以一个大平原 这个是比较稍微高一点点 那拿撒勒呢 因为那地方是天使 加白类去向玛利亚说 你要生一个儿子 对不对 所以那边是有报喜的地方 所以那边有两间天使报喜堂 第一间是天使教的 天使报喜堂 他们认为说 这个天使呢 报喜是去他家跟他讲的 天使去玛利亚的家跟他说 你要生一个孩子 但是这是天使教圣方计会 但是第一个希腊正教认为不是 嗯 天使应该去 耶玛利亚去打水的时候 那个天使去跟他讲的 所以两个就一个人建一间教堂 一个是在他家建 一个在那个水旁建 所以呢 这个希腊正教计 他们就叫做圣母锦堂 因为他在锦边讲的 或者叫做圣加百乐堂 就是两间啦 那这个报喜堂就有两间啦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天使报喜堂 这一个 这个是天主教的 这个非常大 那原理一看就是 这一间就是 最大间的 这一间 高二十四 八成楼那么高 这是一九六二一间的 那这个哦 你看这个正面 这个正面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丰富 这边有天使来报喜的 然后有那个 是福音的作者 然后还有很多字 我记得要查了 他这边有一些字 这一排写着写着 道无成能若生 住在我们中间 这样 然后旁边这边是旧约 说你人的头 你人的后翼要伤蛇的头 蛇要伤你的脚跟 对不对 旧约的一言 这边信约 信约讲什么呢 信约讲说 必有同意怀疑 甚至 人要称他为什么 一马内灵 这些 很多很丰富的东西 那这边我放大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 天使来报喜 这边是 马太马可路加 四个福音的作者 这个 然后这个里面进去看 要进去那个大门 大门 左边那个大门 这都是画旧约 亚当骁 然后方舟 亚伯拉恩县以撒 这个土 这是同标 然后中间 正中间呢 是耶稣出喜 受喜 并使家 然后旁边整个左郎 通通是这个 马赛克 是象牵 都是 都是那个 报喜 报喜 那里面呢 当然有台湾来的 就是这个 他是用那个 宋子观音 圣母圣子 吃砖 这个 他写中华圣母 圣母为我 祈祷的祈 就是说 那个 那个以 圣母配我们祈祷就对了 好 这个 可能是 可能不是台湾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一个这种东西 但是有一个台湾来的 等下给大家看 这个是在二楼 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普世教会 送的一个 壁画 然后呢 这是美国送的 他用不锈钢 他是用启示录十二章 一节那个 富人圣批日头 这个 这个旁边呢 有一个台湾来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土南天主祂送的 他是一个穿这个 皇族的那个圣母 圣母圣子的蜡像 这是台湾 土南天主教是送的 反正在那地方 就是圣母圣子 圣母圣子 圣母圣子的 很多的那个像 好 那你 台湾一看的话 你看到 诶 这个 屋底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百合花 按 蚕 往下的百合花 它这不是随便做的 这个呢 有十六个 十六个花瓣 这个十六个花瓣 每一个花瓣里面呢 两个 两片 这个每一片呢 上面就是写一个M M M 那 这个一共 这个 这个十六个嘛 十六个 每一个都是两个 所以这边有三十二个 一二三十六 三十二个 那这个呢 有二十三个 这不是乱做的 我去查一查 现在这个有意思 因为 拿撒勒 它的意思是花 或者说根 那你们记得吗 耶稀的根 要从尼赛亚出来 对不对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 三十二 乘以二十三个M 表示什么 是尼赛亚 这个是神 这是人的数字 所以就是神 又是神 又是人 等尼赛亚 那三十二怎么来的呢 因为 希伯有二十二个字母 然后加了十个贱命 所以就是三十二 这是他们讲的 不是我讲的 反正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那他就解释 这个是代表尼赛亚 那这个底下有沿洞 这是以前的 天使在这跟他报喜 然后他旁边那个 那个希腊圣教认为 那个天使应该是在井边跟他讲的 所以叫做圣母井堂 另外有建了一间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那个 应该是那个泉水的地方 泉水的旁边 所以他们也 里面有建了一个 那个就是圣母跟圣子 这个那个里面 他们认为这个那个泉水 就是从这边出来的 这个 这个里面 这道心还有 他们就一个人叫做玛利亚井 所以道心还有泉水的出来 这个 有一个人在那边 顾这个地方 好 那旁边呢 有一个圣约瑟堂 因为他们就是 贴使妻跟玛利亚讲 那玛利亚他们 他的那个 先生就是圣 这是约瑟 他们认为约瑟应该是 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附近 而且他应该是开工厂 这个木匠的地方 城市的地方 他们就建了一个教堂 那里面就是圣家族 耶稣 玛利亚 他的约瑟 对 他们认为耶稣以前 应该是在做木工的 这个地方 里面的教堂 里面很多那个彩色玻璃 这都是 这是玛利亚 天使来跟玛利亚讲 那里面 很难得看到的 约瑟抱着婴儿 都是玛利亚抱婴儿 这里有一个约瑟抱婴孩 这是我们以前造的 这外面就是一个家族 教堂里面有一个洗礼池 这个认为以前 约瑟就是这样的工作 好 这就是我们在那个下加利利的时候 就是加利利湖的旁边 跟耶利湖边跟旁边 加拿跟拿撒勒会介绍这几个点 好 这就是我们法国 那我们下个礼拜 就会介绍耶路山 好 今天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谢谢 谢谢大家